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悬一线 全程鸡胸寻找飞脚 因为我们整个行政司法体系来讲的话 对于这种犯罪是灵命的或者说准确的这样一种应激措施的 会很快的就起到一个反馈的这样一种手段或者作用 飞来一脚 近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2016年9月15日正值中秋佳节 一段离奇的监控视频却一夜之间就在广西南宁火了起来 电视上是轮番播出 朋友圈里面人人转发 所有看了这段视频的人都忍不住想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段监控视频记录的是中秋节当晚南宁所发生的事件 20点18分监控视频中出现了一名骑着电动车的长发女子 而后一辆摩托车快速超过了她 女子瞬间倒闭 再把后侧的监控视频放慢速度 就能清晰地看到 这辆摩托车渐渐靠近了长发女子 是一个穿着白上衣戴着头盔的男子 超车时 男子抬脚狠狠地朝女子左侧胯部串了一脚 女子头部着地摔在地上起不来了 怎么有这种人呢 好端端端 怎么会有人从前后面踹在一脚呢 被踹的长发女子是小曾 孙先生是他的男友 他说当晚八点多 两个人才刚分开不到半个小时 他就接到了小曾的电话 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出车祸了 我就惊了嘛 我就赶紧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 他说他不知道 听着电话里断断续续的声音 孙先生心急如焚 显然小曾伤得很重 已经开始审知不清 后来就让旁边的路人打电话 路人接电话我就问他 他是严重吗 他说蛮严重的 我说很严重吗 他说很严重 然后我就害怕了嘛 孙先生当即赶到了事发现场 撞紧大道一个小区的门口 然而小曾却不见了踪影 当时看到就看到他的电动车 就在马路正中间嘛 然后那个路边 靠近路边最右边 那个边边上那里就偏袭了 现场有一位交警正在处理事故 他告诉孙先生 赵世芳已经逃逸 而小曾受伤严重 正在被送往医院 马不停蹄赶到医院的孙先生 终于见到了女朋友小曾 而小曾此时的状态让他揪心 到医院的时候 就看到他的时候 就整个人都慌了嘛 因为完全是超过我那想象的 整个人又吐 然后又出血 然后眼睛又翻白眼 当时我就很怕 很害怕就不行了 此时小曾 生命垂危 一连串检查的结论是 他的右侧颅骨骨折 导致颅内大出血 必须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如果不能及时止血 他很可能就此丧命 2016年9月15日 事故发生的第一天 深夜11点05分 小曾被推进了手术室 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 手术结束 虽然止住了出血 可小曾却远远没有脱离危险期 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浑身插满了管子 眼前的这一切 让孙先生激进崩溃 这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9月16日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 小曾手术成功 依然命悬一现 孙先生则试图 弄清事情的真相 他清楚地记得 前一天晚上7点多 他和小曾是吃完晚饭后 才分开的 不到半个小时 8点20分左右 他就接到了小曾的电话 也就是说 事情发生的时间 就在8点到8点20分之间 事发地撞紧大道 是南宁市区的一条主干道 虽说当时天已经黑了 但是这里路灯设施良好 小曾又正好倒在一个小区的门口 那么会不会有人恰好目睹了 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呢 我是想的是小轿车 或者是面包车啊 这样子就把它给撞了跑了 因为那天晚上过节也蛮多人的 我想应该会有人看到 嫌疑车辆路过嘛 那我就等那个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嘛 上午孙先生在事发地立了块牌子 征集目击者 他试图自己寻找线索 也有人过来说 听到那个电动车响了 就是哐那一声嘛 但是没有看到车 一番苦等 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事发地 有一个细节 让孙先生发现了转机 在旁边的人行道上 几十辆自行车排成了航 这里正好是南宁市公共自行车的一个存取点 相隔二十多米的距离 一头一尾有两个监控摄像筒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摔在这儿吗 对啊 就是摔在这里 然后 然后那个 这边反正这里就有一滩雪嘛 然后那个电动车就 电动车就 就在那个地方 恰好小曾就摔倒在这个存放点的中间位置 那么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可能拍到些什么呢 孙先生立即联系了自行车公司 中午技术人员就和他一起 从这个控制箱中调取到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反正结果一看 当时我就傻了 是个人 二十点十八分 小曾出现 他当时靠近路边 骑得很慢 一辆摩托车快速地超过了他 小曾瞬间倒地 而从后侧的监控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 超车时 该男子抬脚狠狠地朝小曾左侧的胯部踹了一脚 小曾这才摔倒在地 眼前的一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原来小曾根本不是出了车祸 而是被人故意地从身后袭击了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孙先生立即赶到南宁市官局纳洪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非常重视迅速立案侦查 当晚广西电视台新闻频道就播出了这段让人难以置信的监控视频 向全社会征集肇事者的线索 一夜之间 南宁人的朋友圈都在转发这段离奇的监控视频 围绕踹人的原因 南宁舆论四季 有人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小曾肯定和踹他的男子发生过什么 当时我也有怀疑 我说是不是 你骑车的时候 就是说挡到人家来 我说怎么样 后来我想不对 我说他骑车那么慢 也不会在路上 他那个性格 他那个脾气 你说跟人家吵架打死我都不信 孙先生说 小曾性格内向 为人温和 很难跟别人起冲突 而且事发前 小曾刚刚学会骑电动车 就在此时 有人向警方提供线索 说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 突然有个难的 就是开车比较快嘛 他就超过我 然后就踢了一脚 有一辆电动车 从我的左侧超车过来的话 就一脚把我踹了 接二连三的踹人事件 聚集在一起 不禁引人猜测 这些案件是否存在联系呢 肇事者是同一个人吗 甚至有人说 这是团伙作案 一时间南宁 人心惶惶 路上戴头盔 骑电动车的人 也多了起来 外面闹得沸沸扬扬 中正市里的小曾 依然昏迷不醒 他就躺在那里 话也不能说 都根本就不行 整个人就 反正看来你就很难受 医生说 从当天上午拍片的结果看 小曾炉内还有出血 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 等到了9月20日 事故后的第五天 医院血库中的O型血 存量告急 听到这一消息 不少市民前来献血 以实际行动 为小曾送上祝福 就在大家都为小曾 共同努力的时候 一则题为 骑电驴姑娘 被人踹飞真相的文章 却在南宁市的朋友圈里 飞速地扩展开来 这是一张朋友圈的截图 这上面有人 言之脏脏地说 小曾是破坏 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 所以这次被踹 就是遭人报复 此言一出 人们又议论纷纷 似乎此前的谜团 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而孙先生却说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因为我们这种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是离婚的 所以说 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还是 能够分得很轻的 原来小曾和孙先生 分别有过一段 失败的婚姻 可能是这段 共同的经历 两个人才走到了一起 不曾想 过往的感情经历 却成了别人 攻击小曾的借口 就在当天下午 发布报复论的 这位幕后之人 又发生了 而这次 他是来澄清事实 并且道歉的 原来这一切 确实是无中生有 这位幕后的人 叫小潘 是孙先生前妻的外甥 其实 他并不认识小曾 只是觉得 孙先生刚离婚不久 就以小曾的男朋友自居 他心里有所不平 所以才发了 这个朋友圈的文章 第三者 报复论 不攻自破 口诀之争 也站不住脚 尽管众说纷纭 五天过去了 小曾为何被踹 依然是个谜 此时 大家共同的愿望 一是小曾 赶快苏醒 转危为安 二是缉拿真凶 解开 谁是飞脚的谜团 这里是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的 神经外科重症观察室 处于深度昏迷的小曾 恢复了一些意识 可以做出了伸腿 扭头等简单的动作了 但是 对于亲人的呼唤 他还是不能做出任何的反应 曾妈妈说 女儿毕业于广西艺术学校 当过舞蹈演员 如今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财务 她说女儿平时 性格温和 不会轻易地与人结怨 真没想到怎么会遭死恨祸 更麻烦的是 女儿还没有醒过来 昂贵的治疗费用 就已经让家里入不敷出 我一天 6万块钱 一天 重症啊 那时候查呼吸机的时候 一天 我看那个单子都八九千 一天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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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到了 要知道 小曾每月的收入 也就是两千多块钱 父母也是地道的农民 如今 凶手难寻 人还得救 于是曾家 就打算把老家的房子 卖了来救急 就在此时 社会各界 对小曾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连续五天 广西电视台 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 并且公布了捐款账号 很多的热心人士 纷纷出钱 出力 小曾所在的公司 也在第一时间 捐助了两万元 一周不到 曾家收到了捐款五万多 缓解了燃眉之计 也就是在此时 事情迎来了巨大的转机 连续几天的集中行动 南宁警方通过缜密的排查 大量的视频调阅 以及技术手段追踪 终于锁定了 踹倒小曾的犯罪嫌疑人 真凶归案 小曾苏醒 但飞脚踹人的谜团 如何解开呢 飞来一脚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这里是南宁市五项路的 一个建筑工地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犯罪嫌疑人 就是在这里工作的 一名水泥工 9月22日凌晨一点 警方悄悄包围了 这个建筑工地的宿舍楼 对正在熟睡的一名男子 进行了控制 而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卓某海 卓某海今年30岁 是广西马山县人 只有小学文化 在现场 警方还找到了 卓某海作案时 洗的摩托车 戴的头盔 以及当时穿的白色上衣 蓝色牛仔裤和鞋子 而这些 与监控视频中 串人男子身上的细节特征 都一一吻合 连夜 警方对卓某海 展开了初步的审讯 他对自己的行为 也供认不讳 那么既然不认识 卓某海 为什么要踹出这一脚呢 这次看到他 他们是被一个宝宝 卓某海说 那天因为过节 他在堂兄的工地上 喝了点酒 回家的时候 途经撞紧大道 看到前面有一个女子 独自骑车 于是就有了抢包的想法 卓某海说 他尾随着那个女子 找到时机追了上去 用右腿朝女子左胯部踹了一脚 他就是想把女子踹倒后再上去抢包 可是后来他看到周围一下子来了很多人 没有机会去拿包 就离开了 这次我们现在破获了这起案件 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性 时隔七天 终于真相大白 就在卓某海被捕的当天下午 另一个好消息 也从医院传来 小曾醒了 9月22日 案件发生后的第七天 中午一点多 小曾睁开了眼睛 恢复了意识 他暂时还不能开口说话 就把想法写了下来 大致的意思是 中秋节 单位发了月饼 他想拿回去给家人吃 结果自己出了车祸 希望护士帮忙向公司请假 但据孙先生说 中秋节发月饼 其实是事发前两天的事 显然小曾的大脑损伤严重 记忆力有所丧失 现在他应该不单是头部的损伤 他还有合病 还有胸部的损伤 他还有两个肺 还有挫伤 现在还有一杯手脚 不能动 全身疼 好累 很累累的 撑不住了 就睡一会睡一会 又起来 只要你一清醒的 前后下就疼 时隔大半年 在回忆起人生中 那个最为艰难的时刻 小曾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他告诉记者 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活下去 反正我知道 人生病一定要靠意志力撑过去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只要能活得就行了 就是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快点好起来 就那些事情 当时家人全部都不跟我讲 也没有给我任何负担 然后就是 就是说一定快点好起来 那时候就说 没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能活得就行了 还能看到家人就行了 也正是在这种坚强的意志支撑下 在家人的呵护中 在社会各界的支援之下 小曾战胜了伤痛 二十天后 他终于能站起来了 万幸坚强的小曾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生命 而伤人的卓某海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随后检查机关以抢劫罪对卓某海提起公诉 2017年3月27日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卓某海居然当庭改口了 这次的庭审吸引了众多的旁听者 小曾和男友孙先生也出现了 并且小曾还提起了民事赔偿 共计23.9万元的诉讼请求 这次的庭审吸引了众多的旁听者 此刻小曾终于见到了 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害的卓某海 卓某海踹出的这一脚 直接导致小曾颅骨骨折 脑部重伤 听力受损 经鉴定为重伤二级 检查机关以抢劫罪对其提起了公诉 然而卓某海却说他并不是抢劫 当我抢劫我真的肯定不对啊 那你为什么当年来上要帅他呢 我好久都一直梦了 就感觉小曾是这样的 很怕的 就这样的 竹木海此前一直都供述 自己当晚的行为 是为了抢夺小曾的跨包 如今在法庭上 他只承认自己是故意伤害 为什么今天在庭审 你又是这么把你口供来打开呢 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理由啊 就是反正我说的现在就是事实 你在公 在那之内的案所作的公诉是不是事实啊 在公安警官那里说的 那就是随便收拾而已啊 我们也预测到 他在庭上有可能会进行翻供 因为这个案件有它的特殊性 也就是被告人 他最终没有能够将被害人的跨包裁抢走 当停公诉人播放了 警方带着竹木海现场辨认的视频 你是从这里开始 你就开始委屈 他说 我把从这个辨认的这个视频 可以很清楚的反应 他在第一次看到被害人之后 委屈被害人到这个案发的中心现场 一共持续了八分多钟 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 他产生了这个抢走被害人跨包的这个面团 随即公诉人又播放了 事发几分钟后的一段监控视频 那么这里在画面上出现了被告人 从前方他指认的停车地点 返回到被害人导致的这个地方 隔着这个追进这里 远远的去观望这个被害人的情况 如果按照竹木海的说法 他只是一时冲动 酒后泄愤 应该是踹完了一脚就走的 他为什么又返回了事故现场呢 根据他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当时他踹到小曾之后 在一百多米外停了下来 走回来进行观望 是想去拿包的 可无奈人太多 只好放弃 从他归案以后的第一份讯问笔录开始 那么他对于他是为了抢走被害人跨包 而对被害人实施了这个暴力行为 供述得非常清楚 而且的话在侦探阶段的多次供述笔录当中 应当说这个供述的话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直到检察机关 这个去检察人员对他进行提审讯问的时候 他这个对抢劫的这个事实还是公认不会的 那么卓某海为什么 在法庭上有那么说呢 原来我国刑法的规定 对于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 在量刑上是有差别的 故意伤害是重伤的话 按照法序规定 刑法规定是三到十年 如果是抢劫自人重伤的话 是十年以上可以达到无期实行 他现在是抢劫自人重伤 起刑点就十年以上了 所以说还是起刑点就差很远了 法庭上卓某海一再声称 自己没拿走小曾的胯包 也就此不肯承认犯下了抢劫罪 那么法律的规定到底是怎样的呢 检察机关以抢劫罪提起公诉的理由 能站得住脚吗 那么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抢劫抢夺 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弱关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那么这个抢劫罪 它侵犯的是复杂课题 既侵犯参产权利 又侵犯人身权利 那么只要具有截取财产 财物或是造成他人 清伤以上后果 两者之一的 就属于是犯罪计罪 那么在班当中 这个被告人 他这个驾驶摩托车 将同样驾驶电动车 行进过程当中的 被害人踹打在地 虽然最终没有能截取财物 但是造成了被害人 重伤的后果 属于是抢劫据罪 警察机关认为 这个对被告的指控 事实是清楚的 证据是确实充分的 那么足以认定这个被告人 他的行为 已经构成抢劫罪 2017年5月17日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当庭宣判 5月16日 也就是在宣判的前一天 记者分别见到了 小曾和积压之中的捉摸海 时隔大半年 小曾再次留起了长发 似乎和当年 那个漂亮灵动的姑娘 没有什么两样 但孙先生却说 小曾现在是元气大伤 事故造成的后遗症 难以治愈 甚至会影响他的这一辈子 反正他现在头上 这里也有个洞 这里也有个洞 现在我有时候摸到心里 都还咯噔一下 体虚到觉得 我已经没有什么力气 能再使出来的感觉了 我现在不能大声说话 不能喊 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个底气 在这里面了 有点半聋不聋那种 反正就是我们讲话 如果是离得远了 或者小声了 根本就听不见 体力差 反应慢 经历受损 就连打个哈见 嘴巴都会疼 小曾说 他觉得自己 很难恢复到 以前的正常生活了 他原本是一名财务人员 出事之后 公司很照顾他 保留了他的工作岗位 可是等他康复后 再去上班的时候 却感觉自己 已经力不从心 小曾说 接下来的治疗和康复 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甚至他自己都没什么信心 而且治疗的费用也很成问题 因为从案发至今 卓某海一没对小曾表示过一丝歉意 二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经济补偿 时至今日 卓某海究竟是个怎样的态度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想法 那只要想赔钱 自己又没有钱 那怎么赔 要怎么赔 你知道大概你会因为这个事情 会面与什么样的惩罚吗 不知道吗 不知道吗 不知道当上次开庭的时候 你为什么突然又变了一种说法 没变什么说法 我不懂这 我也不怎么认识 对于这样一个舆论关注 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法院格外的慎重 他们选择了三名刑庭的骨干法官 组成了何以庭 对所有的证据细节 逐一进行仔细查验 对适用的法律情形 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特别是对被告人当庭翻供情节的认定 进行了多次讨论 2017年5月17日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对本案做出了判决 判决如下 被告人卓摩海 放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获得政策权利2年 同时法院判决卓摩海 赔偿小曾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13万元 卓摩海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 目前本案正在二审之中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副教授 欢迎包教授 你好 你看这些案件 小曾真是很无辜啊 飞来横货 好好的骑着车 别人从后面背后踹脚 踹倒了身受重伤 你怎么看这个案件呢 这个飞来横货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货它是一个人货 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一个刑事案件 是一个故意的 对他人的身体进行侵害的 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所谓的飞来横货 是我们刑事司法体系 可以去纠正的 也可以通过对于这个行为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犯罪嫌疑人的这种刑事处罚 以及通过刑事附带 迷失诉讼 使他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的 这种方式去回复 这个被害人的正义 同时也回复我们整个社会 对于治安和秩序的一种要求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飞来横货 对于被害人来讲 是一个不幸的遭遇 但同时也是我们整个 刑事司法体系所要去面对的 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 并且也是我们去实现 正义的一个前提和条件 犯罪嫌疑人做了自我辩护 他说他只是故意伤害 不是抢劫 那么一审法院 也对这两个罪名 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 做了细致论证 也做出了一个谨慎的判决 您怎么看一审法院这个判决 这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这种 犯罪的行为的暴力程度是很高的 抢劫罪放在了刑法第五章 也就是侵犯财产权里面 也就是说它主要的课题 还是我们公民的财产 但是它又包含了 一定的暴力成分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符合课题 那么在符合课题当中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 无论是取得了财产 还是造成了被害人 轻伤以上的结果 我们都可以给他定抢劫罪 这个案子里面体现的比较明显的 一个防范手段的话 是我们整个刑事司法体系 对这个犯罪的惩罚 可以给我们社会上潜在的犯罪人 实施某种意义上的威慑 使他们收敛自己的行为 对其他人造成损害的 或者侵害的这样一种行为 产生忌惮 因为我们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来讲的话 对于这种犯罪是 是有非常灵敏的 或者说准确的这样一种 应激措施的 会很快的就起到一个反馈的 这样一种手段或者作用 小曾说 如果没有这件事 他和孙先生已经买房结婚 准备要个孩子 虽然突遭横祸 好在有孙先生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这件事情也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稳固 他们打算在今年登记结婚 我们也希望坚强善良的他 最终能够走出这段阴影 开始新的生活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包含副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